在這個年代是一個有知名度有曝光量 就會有生意的年代 那在斗數上面呢 我們如果要需要知道說 自己會不會成名看了什麼新藥 問題是你敢不敢這樣子做 這樣子做真的都有用嗎 那因為它的廣告下的多 所以它有名了 繼續去產生獲益 這就是我們常提到的 你必須要四話都必須要對應新藥 那如果不是對應新藥的話呢 產生出來的東西 其實可能不如你的想像 可以讓你一瞬間如煙火一樣璀璨夜空 只是璀璨之後 那還剩下的事嗎 這過年大家有沒有看到 那個 我不知道海外有沒有 但是台灣啊 有一個牌子叫One Boy 非常非常轟 到處各種的廣告 然後一堆大把大把的明星在帶煙 然後造成台灣整個行銷圈 非常非常的熱門 哇這個老闆到底是誰 那各種的討論 他為什麼有錢可以做這麼大的宣傳跟廣告 然後各種的猜測 他那個是為了要洗錢嗎 還是他背後有金主爸爸 非常非常有錢 還是爸爸爸爸等等各種事情 導致於呢 大家也都在猜測說啊 為什麼他可以做這些事 導致於大家都在猜測說啊 他背後的這個商業目的到底是什麼 那各式各樣的文章 各式各樣的文章 但是呢 我們不去討論說 他背後的操作的邏輯 以及不去討論說呢 他為什麼這樣子做 那我們講一件事情 他在一瞬間讓自己成名了 在這個年代啊 是一個有知名度有曝光量 就會有生意的年代 就會有生意的年代 那在斗數上面呢 我們如果需要知道說 自己會不會成名 會不會出名 看了什麼星耀 看的是化科 化科 化科在哪裡 化科在命工跟關禄工 牽移工可不可以 牽移工當然也可以 那夫妻工可不可以 因為夫妻工是關禄工的外面 當然也可以 這是一個啊 你可能自己拍的影片 你可能一下子紅了 你就可以替你帶來 很多很多的收益的一個年代 所以我們常說嘛 這是一個那個 吃飯的時候要讓手機先吃嘛 大家會希望 別人可以看到自己 因為看到自己呢 某個層面上面來講 也可以帶來很多很多的收益 那相對來講 這就是一個啊 當你名不見金賺的時候 你比較難取得 社會的資源 以及比較難取得 市場的一個年代 所以呢 在這個年代裡面啊 會有很多的人啊 會希望說 哎呀我可以一瞬間沉迷 哎呀我可以啊 可不可以這一兩年啊 就趕快紅起來 那我們也都羨慕說 哇這個 誰誰誰一瞬間 紅了然後呢 他就可以賺很多的錢 或是一瞬間 他就會得到社會的注目 然後他就擁有很多的資源 萬博這個公司啊 最受到討論的就是啊 他很聰明的 讓自己一瞬間爆紅 然後呢 就會獲取大量的資源 那背後有很多的 商業上的討論呢 其實都在講 他紅了之後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在於說啊 那你敢不敢這樣子做 我們當然都知道說 他就是豪雜下去 然後得到 這樣的知名度 然後利用這個知名度 開始去滾出 他自己更大的商業帝國 問題是你敢不敢這樣子做 問題是這樣子做 真的都有用嗎 我相信這種粗暴簡單的道理 應該很多人都 都可以理解 也都可以想像 可是呢 成功的案例卻沒有這麼的多 成功的案例卻沒有這麼多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很多人也都會知道說 那我就是那個大量拍影片啊 然後呢 下廣告啊 那我就紅了 我就可以那個 那個 當網紅 然後可以賣東西 那 當我紅了之後呢 即便我講的東西 根本是狗屁刀招的 那 我根本就那個 完全不懂 心理諮詢 我可以出一個心理諮詢的筆記 也可以賣 完全不懂 那個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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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懂 AI 繪圖 完全不懂什麼 我也可以 開始出這樣的東西 我也可以來賣 我們暫不去討論說 這些人 他們這樣子背後的目的 只為了金錢 完全不顧及專業這樣的目的 當然啦 隨便你很多 老師也是隨便可以兩本書啊 他甚至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東西 那因為他的廣告流量下的大 那因為呢 他的那個 廣告下的多 所以他有名人 那他就可以 繼續去產生獲益 問題是 你這樣子做 你會得到一樣的知名度嗎 問題是 你這樣子做 你會得到一樣的效果嗎 我相信啊 可能我的朋友裡面 如果說你們身邊有這樣的例子 也歡迎可以留言給我們 可以告訴我們說 你們身邊是不是有一個人啊 他什麼都不會 只是因為呢 他爸爸給了他兩千萬 然後廣告下去之後 他突然變成某個望虹 有沒有這樣的 的例子 也可以分享給我們 現實的情況是 並非如此 現實的情況並非如此 並不是 你 投下足夠的資本 你就可以獲取足夠的曝光度 很多時候啊 是錢花下去之後啊 你看不到效果的 那什麼樣的情況是 你錢花下去之後 也看不到效果呢 那當然就是 你必須要 本身具備相同的條件 相對的條件 以及 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你有這樣的機運跟機會 成名 是一個現象 所以呢 成名這件事情啊 一定會在運線盤 不會在本命盤 不會在本命盤 所以 我們也許有個機會啊 來 找拍一集 來討論 本命跟運線的差異 然後怎麼樣時候 什麼東西看本命 什麼時候看運線 因為 太多太多的人啊 太多太多的老師 都在討論本命盤 但是事實上本命盤叫做 你的先天特質 我的本命盤 命工化科 只會代表了 我是一個愛面子的人 我是個重視 我希望我自己被看到 然後我重視 我自己人生價值的人 這件事情是不是等於 你會成名呢 或許因為你有這樣的個性 特質 你比較容易 會出名 你比較容易被看到 因為你選擇了這樣子的路 可是實際上呢 它是不是一定呢 並非 並不是如此的 實際上 成名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 運線盤 也就是說呢 在運線盤裡面呢 你如果 有畫科出現 在命工 遷移工 官路工 或者是你的夫妻工 因為官路工的外面 那你就有機會 會有成名的跡象 那這樣子的時間點裡面 你再去為自己下廣告 你再去增加曝光 你再去做這些努力 效果相對來講 會比較好 效果相對來講 會比較好 那這中間呢 你還要再去區分說 到底是哪一顆心在畫科 有的心畫科 意義其實是不大的 有的心畫科 意義其實是不大的 那這就是我們常提到的 你必須要 四化都必須要對應心藥 那如果不是對應心藥的話呢 產生出來的東西啊 其實可能不如你的想像 那例如說 如果今天啊 我是無許畫科 占命工 那表示什麼 表示啊 我是因為金錢而產生出來的畫科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啊 就已經要花錢 可是 可是這個時候下廣告就會有用 那如果說 你今天是文昌畫科呢 如果是文昌畫科 那可能就不是錢的問題 這個是 你要發表文章啦 或是要闡述理念啦 等等等等而產生的畫科 或是寫書而產生的畫科 如果你是佐甫畫科呢 那就表示說 你會需要團隊 你會 需要啊 別人來捧你 那你才會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 每一顆星產生的畫科 又會不同 那最重要一點是啊 如果 我們希望它要是一瞬間 發起來的 這中間啊 其實就必須要 有幾個重點 什麼重點呢 要一瞬間發起來的 什麼東西會一瞬間發起來 不是主星 而是一個很重要的煞星 叫火星 叫火星 你要一瞬間紅起來 要如同大火一樣 那就必須要啊 尋找你命攻中那個 你會願意很熱情很衝動 願意去賭一把 願意去衝一下的那個火爆的力量 那個情緒 我們常講 刺煞星其實是你內心 那個沒有辦法控制的情緒 所以說呢 火星在這個時間點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當你的畫科跟火星放在一起 或者至少在三方式陣之內的時候呢 那就會有 術發而成名的機會 不過這邊需要講一下 這也是為什麼呢 有所謂的火灘格的存在 那但是還是必須要說 就如同啊 最近一直在討論這個商業的 這個範疇一樣 我們常說命理要跟 現實的生活則在一起 如果今天Oneboy它紅了 但它沒有相對應的生產流程 沒有相對應的 銷售體系 沒有相對應的 生產的模式 沒有相對應背後的商業計畫 那紅了就是一瞬間 紅了只是一下下 錢花下去 如煙火一般射到天空中就沒有了 一樣的呢 為什麼我們常常在講說火灘果的火灘哥 它其實需要的是帶到路跟圈 卻不跟你講說是科 就是因為啊 我需要 能夠掌握我實際的欲望而去做分配 而去做計畫 炭狼藥化圈 或者是說呢 我需要有滿滿的欲望 但是呢 我會 我卻 可以呢 在其他地方呢 好好的去做好我的人生的安排 那這樣子呢 才可以去避免掉一瞬間 報復起來之後 後面失去的東西 火灘哥 我常跟大家講的是 訴發而訴敗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因為它沒有後面的路跟圈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上次常講的啊 火灘灘 重點啊 是路圈 而不是科 基本的原因 那沒有碳狼行不行呢 沒關係 有火星跟化科在一起也可以 只是 你紅了 你有沒有能力去接收那個 那個機會 你紅了 你有沒有能力去 承接那個明細給你帶來的資源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真正需要去考量的 有的時候啊 單純的只是希望紅 可是只是希望自己成名 卻沒有好的計畫 這樣子不新的 甚至於為了那個成名 畢竟火星是煞星 為了那個成名 可能還會犯到了官非 可能還會犯到了問題 可能還會犯到了緋聞 好 所以啊 很多人在這個年代裡面啊 是希望被看到的 這個時候呢 看看你的畫科在哪裡 但是要在運線盤的畫科 以及它有沒有跟火星在三方式整裡面 那可以讓你一瞬間 如煙火一樣璀璨夜空 只是璀璨之後 那還剩下什麼 這是我們要考慮的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